广州329黄花岗之役 7月1910年 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 已历经九次失败 国内革命气氛消沉 令革命人士十分忧心 因此决定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起义 于是孙中山召开秘密贵义 提携黄鑫和胡汉明的重要志士 共同商议广州起义之事 来兄弟们 让我们好好干一场吧 众人讨论后决定 这次广州革命由黄鑫全权主导 孙中山负责募款 其他人则负责支援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新元1911年2月 黄鑫抵达广州 开始预备革命工作 经过鼓吹 大批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青年 纷纷加入革命行列 提升对抗满清政府 他们租用米电作为基地 在货物中暗藏枪支弹药 就在黄鑫等人渐渐准备齐全时 没料到一位贫苦出身的同盟会青年 来到机会枪杀了广州将军 这件事让整个广州城 顿时戒备封起来 连他们藏在别处的枪套 竟然也被清兵发现 黄鑫只好延后起义的时间 终于在三月二十九日傍晚 黄鑫率领一群青年革命党人 攻入梁光总督府 他们手背上缠着白布 脚穿着黑色交地鞋 打算直接占领总督府 然而此时梁光总督早已逃出府外 黄鑫他们察觉事态不对 正要退出总督府时 却发现官府的军队 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 两军陷入激战 交战的过程中 黄鑫连连击毙多名官兵 但是却不幸被击中受伤 在其他伙伴的掩护下 躲入名斩粮伤 而本来应该抵达的援军 却因为认识传达错误迟迟迟没有出现 许多人在巷战中牺牲 最后多名奋战到底的革命青年 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被清兵俘虏了 新官府考问后 这群青年被处以死刑 多人赴死前在狱中写下与亲诀别 以死明智的绝笔信 烈士松荣父子后 一名同谋会成员 冒死将他们合葬在广州郊外的红花岗 并于坟头植满黄花 同时将此地改为黄花岗 意思是纪念这些烈士的情糟 就像黄色的菊花一样 是高洁不屈的 各位同学 这就是黄花岗烈士的故事 不过呢 当初埋葬在此的烈士们 人们一开始以为共有72位 因此练了72的烈士碑来纪念他们 后来发现其实是86位哦 好啦 现在又到了我们动脑时间了 黄花岗起义 虽然因为援军未能到达而失败 但却激起更多人起身响应革命运动 进而推动五仓起义的成功 现在换我问你们啦 这些青年为什么愿意牺牲生命 反抗满青呢 这场失败的起义 为当时跌迷的革命士气 注入什么样的关键力量呢 试着想想看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